哦,看哦看哦看哦 洪星的大兒子 又要改新啊 OK,我是大馬番一仔,大家好 洪星啊,剛剛跟 張丹峰離婚了嘛 他的兒子叫 張浩 這個應該是念臉啊 現在我沒有念錯啊 張浩臉 他,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稍微有注意到,你就知道 他是莫少聰的兒子 親生兒子,莫少聰兒子 本來他叫莫浩臉啊 後來因為嫁給了張先生 張丹峰嘛,所以他就改姓 改姓張 現在離婚了,你不可能讓他兒子 讓你的兒子繼續姓張吧 那就跟回他了 親爹姓哦 搞回莫浩 莫浩臉了 可以嗎,是這樣嗎?不是 我看這次是洪星啊 所以很下心腸 跟媽姓,跟我姓 姓洪 那叫叫 洪浩臉啦 希望廣東沒有念錯 洪浩臉,你叫洪浩臉 跟媽媽姓 情理上來說沒有錯啦 不過畢竟你的兒子 他親爹是修莫的 莫少聰啊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要等這個年輕人 等他長大了 他自己有 有了經濟實力了 你有經濟實力,你才有有權講話嘛 等他自己長大 他自己 可能他不想 忤逆他媽媽的意思吧 所以他以後可能就只能叫洪浩臉 他想改回莫 心莫,可能也 哎呀,要顧及一下媽媽的感受 對不對 對洪星這個做法呢 網友的反應就是 Bravo 好耶 所以當時我一看他 跟張爸爸同心 我一看我就覺得 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 This is such a bad idea 為什麼呢 你敢確定跟你的先任丈夫 生生世世 一生一世在一起嗎 能夠跟他長相四手嗎 如果搞不好像現在這樣 又靈了,不過了,不過了 怎麼辦 是不是 你到現在那個兒子 你要改姓 OK 不跟親生父親姓 跟子女姓 啊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畢竟 他 跟子女姓就是 可能就是一輩子的事 所以說啊 一個女人在婚啊 讓自己兒女啊 跟先任的丈夫同心啊 不是 就是 This is such a bad idea Bad idea OK 這個想法 嘖 太糟糕了 不好 對不對 啊 我想你的先任丈夫 如果我真愛你的話 他不介意啊 他不介意 OK 你帶來的兒女 啊 不跟我同性啊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愛你的老公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介意的 對不對 所以女性認恨女人的好 在家 OK 最好不要讓你的兒女 OK 跟你的先任丈夫行吧 OK 啊 真的OK 如果他愛你 If he really loves you OK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你看 You know 對不對 他在哪裡的話 他是會介意的 OK 好累 這一次就分享到這了 如果覺得還可以的話 請給我一鍵三連 或者 Follow my channel 畢竟翻譯的話 不容易 我是大馬翻譯仔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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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